大家好,我是小天 今天坐在这里是想给家人们说一件事情 就是小方我们两个也是经过深思处理之后 决定分开了 实话从农舍成立至今已经三个年头了 这三年期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从第一次遇到大壮,在街边被叫卖 第一次看到马路装在会计袋里面 扔在马路中间 第一次又看到小黑被遗弃在处备锅里 然后又是大壮小黑马路他们得了全文 我们二十小时的陪伴照给他们 等到他们一点一点的好转 还有就是田田被主人打在窗户 每一件事感觉粒粒在目 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其实小方我们共同进行农舍三年期间 真的很开心 想的最多的就是一起喂毛孩子 一起遇到需要被救助的毛孩子的时候 那种极限的心情 其实农舍成立了三年以来 真的经历过太多的风风雨雨 也遇到过很多困难 但是我们都是远牙坚持过来的 其实这三年期间农舍 真的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 也给家人留下了很多美好的瞬间 我从心里真的挺感谢这个平台的 让我们能够通过视频 认识到这么多的家人 也感谢这么多家人 这三年以来一直对我们的支持 对毛孩子们的关心 关爱 如果没有家人 我们真的很难坚持到现在 现在呢 小方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以后呢 也会有自己的生活 现在呢 我们也是想了很久 才做下这个决定 就是分开 说实话 说到分开两个字的时候 真的心里边有万般的不舍 但是呢 因为家里的原因 一些事情 迫不得已 只能做出这个决定 现在呢 小方是 带着大壮 小黑 还有大脚 多多 等等 几个忙孩子 算是离开农舍吧 以后呢 他还会运营我们 之前的兄弟农舍账号 我呢 就继续留在农舍 还有这么多忙孩子 也有自己新注册的账号 以后呢 我们还是会更新毛孩子的视频 只是可惜的是以后 小方我们两个一块带着毛孩子去玩 毛孩子生病了 带他一块去看病 在农舍 为他们吃的 为他们吃零食 这样的镜头 这样的事情可能 机会不会太多了 但是呢 我们两个 并不是因为 有一些人传的那样 说我们两个那矛盾了 就是 反正是各种 兄弟感情出问题的这种 真的并不因为这个 我们两个也是 认识了十几年 他的为人 我的为人 我们真的 彼此真的很清楚 真的就像 不是亲兄弟 生死亲兄弟吧 这次分开 可能也是真的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 每个人呢 心中有自己的梦想 我们现在的分开呢 也是为了自己 心中的梦想吧 当然呢 我也相信 大壮马路小黑他们 跟到小方 睡到一个新的地方 可能 会 生活得很开心吧 我在这呢 也是 衷心的 住院小方 以后的生活呢 能越来越好 黄孩子们呢 也能进行刚刚的 嗯 我们两个约定了 就是说以后啊 不管是粉丝家人们 想我们啦 想老孩子啦 想来看看我们 我们两个随时欢迎 我们还是会像以前一样 去接待阿姨呢 嗯 以后呢 可能 会有很多机会 我们 比如说 客串一下啊 一块去拍个视频啊 这都是可能的 说实话啊 每次 谈到 离开分开离别 这种事情 心里真的是 特别的难受 但是呢 我也相信 就是说这次的分开 可能 是未来下一次 更好相遇吧 以后呢 我的视频就要在这里更新了 呃 也是希望家人们能够 点赞 关注支持 其实以后呢 小方我们两个都会发视频 家人们如果说想大壮了 可以去小方那里看看大壮 呃 有空的话也可以来看看我这边 就是默默甜甜她们 其实这个没有任何影响的 我们 我们 兄弟能舍 一直在 然后 虽然说我们现在分开了嘛 但是 我觉得我们这种 对毛孩子的爱 永远不会变 最后呢 最后呢 还是要再次感谢 家人 对我们的支持 对我们兄弟俩一直以来的帮助 还有对我们农舍所有麻孩子的关心 我呢 也要抓紧时间调整心态了 因为毕竟农舍还有这么多的麻孩子 需要我去照顾 好了 今天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